今天的跟着圣火看中国节目 北京奥运圣火结束了在宁夏三个城市的传递之后 今天是来到了陕西 开始北京奥运火炬传递的寻根之旅 第一站是来到了中国革命圣地延安 圣地传圣火 宝塔飘翔云 延安的传递也让人们重温了红色革命历程 领略黄土高原的风情 可以说是别有一番特色 还是来看看今天圣火传递的情况 今天受获传递的第一段主要突出红色之旅 上午8点15分 起跑仪式在中国革命就职早圆举行 94岁老红军刘天佑同志 担任第一棒火炬手的是92岁高龄的老红军刘天佑 我们看到他还特意戴上了当年红军曾经戴过的八角军帽 刘老17岁参加革命 1935年跟随红四方面军翻雪山过草地 1937年是来到了延安 我们看到这位已经是冒蝶之年的老红军 依然是精神爵朔 我们也祝愿他身体健康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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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圆是1944年到1947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所在地 在这里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夺取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迎接了解放战争的到来 那火炬手们是穿过五大书记像 幸福渠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住居 走过了中国革命最直的记忆的一段历程 能够在胜利传递生活 火炬手们都感到意义非凡 我们非常荣幸的是在这个革命圣地延安在传递生活 对于我来说更是一种无上的光荣 那我是期待着我们国家更加繁荣更加强大 特别做在革命圣地的一个火炬手 不管是我个人的荣誉 也是延安人民的荣誉 我们想把这奥运生活一再一再传下去 从沿岸收地的火地传地 在这个神奇的土地上 它一定遇到灵气 这种灵气会带来我们的奥运的这种耗用 一定会是我们北京奥运会一般成功 这是七棒火炬手沈浩 当他首举火炬来到毛泽东故居前的时候 摇动前就响起了东方红的歌声 可能很多观众还不了解 东方红这首歌呢 就是由陕北民歌改编而来的 是抗日战争期间 人民为了表达对领袖毛泽东 对中国共产党由衷的感激而创作的 经过了早园 杨家岭 王家平 延安干部学院 延安卫校 正立广场 延安新闻纪念馆等革命圣地的一路传递 盛火是来到了延安的标志 宝塔山下 几回回梦里 回延安 双手搂定 宝塔山 千生万生 乌万里 母亲延安 就在这里 这是诗人贺敬之 在1956年写下的一首 《回延安》 表达了人民心中 对延安的向往之情 也说明了宝塔山 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位置 锁那响 锁那响 锁鼓敲 陕北央格扭起来 延安的传递 透着一鼓鼓浓浓的西北风 起跑仪式上的安赛妖鼓队的表演 也是国外引民注目 红筹带上下翻飞 妖鼓声鼓鼓声威 传递出西北汉子的威猛的豪放 那么现在在传递当中 我们看到了这位姑娘叫樊小梅 她也是安赛有名的剪花天使 今天呢 还带着自己的巨幅剪纸作品 延安人民迎奥运 一起来参加传递 当火炬来到宝塔山 火炬手陕北歌王王向荣 索性就来了一段 高烫的新天游在宝塔山间回到 唱出的是黄土高原的辽阔 和西北人的土石与豪卖 奥运火炬在延安传递 总里程一共6.31公里 共有208名火炬手参加传递 最后十棒的传递 是来到了桥山之巅的黄帝林 延安不仅是中国革命圣地 同时也是中华民族 五千年文明的发祥地 宣言黄帝的灵情就安过在这里 今天的黄帝林 可谓是盛装迎接圣火的到来 众多延安市民挥舞着国旗和奥运会旗 在民族圣地迎接奥运圣火 中午12点 最后一棒火炬手 全国劳动模范王希林 在黄帝林祭祀大殿前 点燃了圣火盆 北京奥运火炬 延安站的传递圆满结束 西洋照耀着山头的塔影 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影 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 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平 这首曾经驾制人口的延安宋 把黄土高原上的这座富有传奇经历的名称 描绘的是灿灿生辉 红色的革命史 红通通的洛川苹果 红艳艳的山丹的花 如果用一种颜色来形容延安的话 我想红色是再适合不过了 微微的宝塔山 见证了那个豪情万丈的年代 一排排的窑洞也似乎还在向人们诉讼着那火红的年代 好 首先呢 欢迎你们来到杨家领革命救治参观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座中央大礼堂 它是专为召开党的七大而修建的 七大在我党历史上的意义是非同寻常的 它是历次党的代表大会中 20世纪上半叶 延安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写下辉煌的一页 民族英雄刘志丹谢死长创立的陕北革命根据地 成为中央红军长途征战的落脚点 从1935年到1948年 延安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 13年间这里经历了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等一系列影响和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时期 党中央在延安和陕甘定边区生活战斗了13个春秋 在这期间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并且制定了解放战争的战略方针 从延安走向北京 使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 从陕北这个山区走向北京 走向全国 所以我们称延安是革命的胜利 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内容的延安精神 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这一孔孔土窑洞石窑洞和迪埃瓦房 曾经就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司令部 1950年的7月1号延安革命纪念馆建成 延安时期所有的革命旧址全部囊括其中 一直以来这里都是人们追忆延安精神革命圣地 那么从2008年3月31号开始 这里实现了全部免费开放 如今的这里每天都会有六七千人次参观游览 延安现存革命旧居140多处 早园杨家岭王家平等一大批革命旧址 吸引众多中外游客 如今宝塔山下的延安人继续着父辈的精神 依靠自己的勤劳将这座革命圣地建设的面貌一新 也许许多人都不敢相信 曾经自然条件艰苦的内陆山区 现已是人均财政收入位居陕西省第一的现代化城市 石油煤炭天然气三大资源成为发展的强大动力 而依托特有的日照时间充足 昼夜温差大 有利土壤糖分累积等自然条件 延安的洛川苹果池宁中外 更让延安人感到骄傲的是 这来自中国苹果之乡 色艳脆甜的苹果 已经被选为北京奥运会的特供水果 走上奥运餐桌 本来分我们的苹果还要送到奥运会上 那是和我们洛川人更自豪 是这样 延安位于中国的西北部 在黄土高原的腹地 特殊的地理位置赋予了这里 旷达粗广的黄土风情 我身后就是中国母亲和黄河的第一大瀑布 湖口瀑布 奔腾不息的黄河水 在这片土地上流淌的更加荡气回肠 延安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轩辕皇帝的灵寝就安卧在延安境内的桥山之边 被延黄子孙尊称为人文出祖 数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 孕育了醇厚的黄土风情文化 粗犷豪旺的延安妖谷 高亢积月的陕北民歌 国谱精美的民间简指 热情风快的陕北大秧歌 无不寄托着延安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袭击